年輕人對民進黨來說 過去一直都是優勢族群 不過在台北市長這一仗 這一次似乎凸顯不太出來 來看到正傳媒的最新民調 這個民進黨的台北市長 參選陳時中 他目前的支持度只有26.3% 早安最高來到32.7% 黃珊珊是23.7% 位居第三 但是年輕人 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一次不是挺陳時中 挺誰呢 跑到了黃珊珊這邊來 黃珊珊在20到49歲這一塊 其實都有超過三成以上的支持度 都是領先的 為什麼年輕人這一次 比較喜歡黃珊珊 不喜歡陳時中呢 民進黨的幹部就分析說 應該是疫情的爆發影響 是有關係 因為疫情爆發之後 影響了很多年輕人的生活 晚上可能不能去夜店 不能去聚餐 或是你看電影還要戴口罩 一些讓年輕人覺得 這個生活被大受影響的 再加上你的疫苗分配次序 每一次都是年長者可以先打疫苗 年輕人都是被排在最後面的 所以讓年輕人有相對剝奪感 還有這些都跟陳時中 擔任過防疫指揮官有關 所以他們認為陳時中被討厭 當然是首當其衝的 那麼地方人士就說 陳時中必須扭轉這個劣勢 但怎麼扭轉呢 就是必須要先從黃珊珊那裡 搶回年輕人跟偏綠的這兩類選票 才有機會再來跟蔣萬安一較高下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